无暇顾及 三太太在府里 非常地受宠 大太太和二太太就经常欺负她 打她 事后 她也不敢吱声 她其实 一直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又孤苦伶仃一个人 我便时常 给她送些伤药和补药 那时候 她经常说自己过得太狂 不想再在世上苟活 我见她可怜 便每每去安慰她 后来 或许是她感激我 也可能是她实在一个人很孤单 她和我在一起了 所以 你们后来就有了小山 那时候 她经常说自己过得太狂 我这半辈子 从来就没经历过什么好的事情 善儿小的时候 我经常去偷偷地看他们娘俩 我就看见 善儿在她的小床上 笑着 两只小手 在半空抓着 我站在门口看着 就好像是我也能抓住 就好像是我也能抓住 曾经错过的那些好的东西 可是你还是起了恶念 不久 大少爷回来了 爹 他从没对我那样笑话 我一开始是妒忌 后来我想明白了 我不需要这些 我只需要善儿以后能好好活着 为了善儿 为了他能继承周家的家业 我必须要除掉大少爷 我给了三姨太一包毒药 让他找机会杀了大少爷 他不想下手 说要告关将我抓起来 他以为我看不出 他对大少爷还有情 所以你就想 留着他始终是一个祸害 不知道哪一天他为了大少爷 就会烦捅你一刀 还不如把他干掉算了 你不要以为你只交代了 一个杀人未遂的案子 我就能放过你 你开始给三姨太吃了迷药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逼疯 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发疯 竟然泛起了花痴 你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给勒死 然后假装他自己 上吊自杀的样子 我没有 那天我在大太太房间 就谈了白天的事 中间我去了一趟茅房 就再也没离开那个房间 不信你问大太太和二太太 他们可以为我作证啊 好 那我问你 那天你是不是为了躲 饭花痴的三姨太 而割破了手指 然后包了起来 是 那我再问你 三姨太的窗户纸 是不是你换呢 是他贴身的丫鬟和家谱 你没有贴吗 没有 那种事 我向来不会亲手去做的 我只是负责 府里的人员调动 和老爷的起居 好 你既然没有贴窗户纸 也没有换窗户纸 那我问你 三姨太窗户纸上的手印子 为什么是你的 那天 你杀完人钻出来 重新糊窗户的时候 留下了这些浅灰色的手印 但窗纸上的这些纸纹中 在石纸的位置 纸印是没有纹路的 对 你说得没错 三姨太是我杀的 是她逼我的 她要告发我 为了善儿 我必须让她死 好 交代得好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当晚二姨太他们 听到打五更的时候 就回去休息了 其实 不是五更 应该是四更 来 走 走 走 爹 快 叔叔 我让你去抓人 又没让你暴力执法 我没穿棍服 这小子废出我是伙父 我一上火就打他 他也打我 你别穿这小子劲儿还真大 哥夫 我问你 你认识这个人吗 我问你 我问你 三姨太死的当天 庞管家有找过你吗 我记得 那天 他 给了我一两银子 让我们 提前打更 四更 五更 提前了多久 提前了 一更 那也就是说 当天打五更的时候 其实才四更 那就对上了 根据我的判断 三姨太死的当天晚上 应该是四更零十分 你跟大奶奶和二姨太聊完天 各自散去回房间休息的时间 应该是四更 可是你让更夫提前打到了五更 是为了证明 你没有作案的时间对吗 我就是想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因为过了五更 天就亮了 到那时候 我就不容易下手杀人了 大人 我问完了 畜生 来人 你这个畜生给我打下去 滚